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要个平等二字?平等实际上就是无分别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在座这么多同学,互相掉眼一看,就个人能背出个人的名字来 但是如果掉眼这样一晃啊,人都在的话 那么我们不存分别,就说不出哪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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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存分别才能说得出 哦,武建平,运生过了才是少林,唐大姐 为什么?这就是由于我的眼睛关了,看了你的样子 以前设在异地中的种子,设到过 武建平,我这个学生,就是他的样子 那么,反转过来,我的心识才开始分别 一下把你认出来,眼接进去,心识开始分别 认出来,此时就不是圣者了,就是凡夫了 因为眼根和心识开始在启用了 刚才说是六根平等,我就举个例给你听喝 眼耳鼻舌身意 假设我要闻气味,鼻子闻气味 耳朵听声音,身贪浊触寿 眼耳鼻舌,舌头肠味道 我就不可能又来分别你们 懂了没有啊? 他们都平等了以后 那么自然就没有分别的这个刹那的机会 没有刹那的机会 自然就没有忘心的 尤为是一时 是阿赖耶之心王所设 所以他一停动而不用啊 其他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因此才说 对着外境以后啊 五蕴而不起用 不是说要你把外境丢开不用 是对着外境五蕴不起用 色受想行时起不了作用 无分别见 因无着处 这就是圣人的境界 即深入妙制原明真心 这个时候就称得上 深入妙制原明真心了 般若乃三德之一 众生本来具备自信法身德 即般若德之真挚 以观照般若修行其自信之德 依法行持 即可得十项般若解脱德之用 就是般若啊 它是三德之一 德就是我们的正德啊 众生本来是具备自信的法身德 是自己具备的 即般若德之真挚 也就是说自信法身德 就是般若的德了 真正的智 众生自己具备的 以观照般若修行其自信之德 那么必须还得 依观照般若去把它挖出来 用这个工具 观照彻见 彻底挖出来 依法行持 依世尊所教导的佛法的方法去行持 即可得十项般若解脱德之用 然后就自然得到了十项般若的解脱德了 那么这个解脱德 空 空 空 无 无 有 有 空无不二 人们就吓倒了 是不是就成一个痴呆而喝 不是的 因为你们没有进入这个境界啊 就不知道 没有这个境界 一切智慧 一切神通 都不可能发出来的 我们的地藏王菩萨 当年仅仅是一个罗汉 他就以般若制造 顿显神通 从娑婆世界伸手到四禅天上去取东西 你说有好高 这个用还了得呀 本事多大啊 来去自如 但是必须要建立在这个般若德上 因此 这里就说 极可得十项般若解脱德之用 解脱德要用的啊 不用我们学佛来干啥 还比不过我们现在在世界上 欺恩子爱的丸还安逸些 所以学佛解脱以后是更加自由 而不是空的来什么都没有了 凡夫境界才是被束缚的 圣人境界是超脱 自由化的 随心所欲 任运自在 全是一片乐境 凡人不能解决的问题 他能马上就办到 这里要给同学们补充的几句啊 因此要得解脱德之用 这个用字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行身般若 即以具体行动方法 深入观照般若 照见十项般若 以真至照真理 一直取向无上菩提妙道 行身般若是怎样一个办法呢 就是以具体的行动方法 深入观照般若 具体行动方法 就是要修我们的行 菩萨六度齐修 不可偏废 勤修戒定慧 然后还要修另外的不共之法意 以解脱大手印 以解脱大手印 入修更是最高最快捷的法 照见十项般若 以真至照真理 一直取向无上菩提 就以真实的智慧 就以真实的智慧照真理 一直就取向无上菩提妙道 什么叫无上菩提妙道 释迦牟尼佛证的 就是无上菩提妙道 就是最高 没有再能凌驾于 他之上的菩提法意的妙道 真理如所发殿 就等于是我们所发的殿一样 这个是打得辟语了 实至存在 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真至呢 就好比是我们的电灯泡一样 现在照到我们的 智啊必须要依理 然后才能生光 独一分存 是如为理操作 则不生光 如果说把电和灯泡两个 现剪断 各自分开 专用电不能产生光 专用灯泡也不能产生光 因此要灯泡依余电 智要依于理 它们结合起来才能生光 独一分存不能生光 如为理操作则不生光 为什么是为理操作啊 你把它拿在高压线上去 啪一下 电灯泡就烧燃了 生什么光呢 为理操作不能生光 还有你接电 只接了一个阴电 负极 你又不把阳电正极接上 同样不生光 临线接了 火线不接不生光 烂灯泡拿去也不生光 断了线 是一个好灯泡 也不生光 开关没有安装好 线路哪里有问题的 接触不良 也不生光 所以说这完全是科学 必须相依互得 缺依不可 佛法的理 智也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必须依行入法 才能产生 除障智慧之光明 故理智相依不可分割 理跟智啊 是互相依存的 不能分割的 灯光强照则生大用 即以大智照空五蕴 空而不空 石向陷前之理也 这里指的这个般若智照啊 如果说是强烈的智照陷钱 就能将我们的五蕴 色寿响行时照空 空了以后 又不见其空 因此石向陷前 石向陷前 而无陷前之直 就不能有陷前的执着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在这个顶多